这是我见过最溺爱孩子的母亲 她为了满足儿子的需求 为她克隆出12个女友 原来儿子有暴力倾向 稍有不顺心就会将拳头挥向女友 甚至将她的脑袋狠狠撞在墙上 即便头破血流也不停手 杰克熟练地将尸体扔进焚烧炉 没过多久母亲回来了 她是一名科学家 可以克隆人 面对儿子刚刚的疯狂行为 她似乎早已习惯 只是平淡地将笔记本递给儿子 问道 他想尽力帮助儿子 满足儿子的需求 可儿子却没有丝毫反馈 母亲走进实验室 看着白板上的数据 再次打开了克隆机器 没过多久 一个女人从机器的黑色液体中 冒出头来 一个全新的女友制造成功 母亲给她擦拭身体 穿上衣服 梳妆打扮 然后将睡梦中的她放进儿子的房间 醒来 杰克已站在床边 几番言语后 杰克大吼起来 他蜷缩在床头不知所措 起身便想走 刚走到门口 杰克一把将他抓住 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他毫无挣扎的余地 逐渐呼吸困难倒在地上 就这样 杰克还不依不饶 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不一会 他便没了呼吸 不再挣扎 杰克熟练地将他拖向焚尸炉 母亲在监控前目睹着这一切 看着如此暴力的儿子 他也不忍直视 想要改善儿子的暴力行为 镜头一转 来到杰克与艾莉第一次相遇的时间 荒野上 艾莉被一个男人赶下车 他愤怒地大骂着 这一幕正好被 正在散步的杰克发现 他一步一步靠近 告诉他这里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艾莉只好决定跟他回家 他本以为自己是个幸运 不用露宿野外 殊不知自己早已洋入户口 天黑 二人回到杰克的家 引君子艾莉借上厕所 在里面一顿吸食 之后 二人在客厅里 随着音乐 共饮一杯红酒 艾莉一直暗示着想和杰克发生些什么 可杰克似乎有些梦闻 毫不领会她的意思 见此 主动出击的艾莉 静止走进了杰克的房间 她主动凑到杰克身前 寻求身体上的接触 二人在音乐中缓缓而舞 第一次见这种场面的杰克拿顶得住 直接冲上前去双手掐住艾莉的脖子 艾莉拼命挣扎一脚踩在她的脚上 乘机逃跑 没走两步就被杰克撂倒在地 失去理智的杰克骑在艾莉身上 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狠狠地将她的头砸向地板 直到她鼻孔流血而死 鲜血印红了地板 下班回家的母亲发现儿子杀人的事实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场给了儿子一巴掌 可最终还是母爱战胜了理智 决定帮儿子处理尸体 神不知鬼不觉 事后 母亲努力尝试着给儿子克隆爱领 可杰克并不满足这种虚假的克隆人 他想要一个有真情实感的爱领 经过多次的尝试 母亲决定培养出有思想的克隆人 黑色液体中居然钻出女人的头 科学家拿出毛巾 为她擦掉脸上的粘液 原来她是克隆人 为了让她尽量还原本体的样子 科学家给她冲洗身体 画上精致的妆容 科学家每天花时间陪伴她 灌输感情和记忆背景 给她编造完成的身份背景 向人类后再交给杰克相处 日子一天天过去 爱领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 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母亲 安排爱领和儿子见面 二人在那首熟悉的音乐中 拿着红酒杯对影 杰克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 全新的有感情的爱领 她拿出自己的画作 让爱领欣赏 翻看着一张张逐渐害人的画 爱领有些被吓到 似乎察觉到了她的不同 杰克再次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母亲就在门外 听着房间内的动静 克隆爱丽再一次被杰克杀死 处理完尸体后 母亲前来询问杰克的情况 她觉得今天感觉非常好 直接上前酒为地抱住了母亲 母亲顿时感到不可思议 而后又心满意足 这次的成功 让母亲有了继续培养克隆人的动静 在这期间 杰克认识了新的邻居女孩 这天 她在家附近散步 发现了正在搬东西的卷发女 杰克慢慢靠近 卷发女也发现了她 原来卷发女是刚毕业的法学生 是来这替父母看房子的 热心的杰克帮她将东西搬到屋内 晚上 杰克坐在床上画着她的画像 卷发妹为了感谢杰克的帮忙 送来了自己做的饼干 二人似乎有些来电 作为回礼 杰克将自己创作的话送给她 二人交谈甚欢 之后 卷发妹还邀请杰克参加城里的艺术展 在艺术展上 杰克敞开心扉 与卷发妹聊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在读小学时 一个课间 与其他小朋友玩山中之王的游戏 她为了当王 觉得自己是可以掌控一切的人 于是她将生前的小朋友从山顶推了下来 小朋友倒在了血泊当中 之后她再也没去过学校 所以她只伤到小学六年级 母亲把她关在家里 听到这些 卷发妹虽感到一丝差异 但还是面带笑意把杰克带到 自己准备的惊喜面前 直到夜深 二人才回到住所 而此时 母亲发现了约会的二人 她告诉儿子 喜爱卷发妹就和她保持距离 否则会总有一天会杀了她 第二天 卷发妹来到杰克家 看到了正在和杰克母亲种花的艾莉 经过一番调查 卷发妹惊奇地发现 艾莉竟然是通缉犯 因为担心杰克的安危 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杰克 收到消息的杰克 担心妈妈和自己的事情败露 逐渐对卷发妹起了杀心 男人死死掐住女人的脖子 将她的头拼命往墙上撞 卷发女犹如带宰羔羊 她用尽全力挣扎 却无济于事 即便她苦苦哀求 杰克依旧不准备放过她 她不愿就这样死 这时她注意到桌上的红酒瓶 趁杰克还没有反应过来 用红酒瓶砸在她头上开始反击 卷发女挣脱束缚 用语音拨打报警电话 杰克从背后拽倒卷发妹 将她压在身下 二人对视 卷发妹苦苦哀求 可杰克还是举起碎玻璃 插入了卷发妹的胸套 当场女命 被锁在房间里的艾莉 隐约听到客厅里的打斗声 她举起锤子砸烂门锁 偷偷跑来查看情况 目睹这一幕 她被吓得捂住了嘴 此时一道灯光照进屋子 杰克的母亲赶回来了 艾莉赶紧躲起来 却误入母亲的克隆人实验室 看着白板上的记录和照片 还有电脑上的文件 艾莉回忆起了之前的一切 原来自己是一个克隆人 真正的自己早已被杀死 此时杰克正在处理卷发妹的尸体 母亲来到实验室 发现了艾莉 二人在实验室中对峙 艾莉直接挥锤而上 一锤将杰克母亲吹音过去 听到动静的杰克 撂下卷发妹的尸体 赶到现场 二人从实验室扭打到屋外 最终一力一拳将杰克打倒 将她压在身下 用她杀自己的方式 终结了杰克的罪恶 此时警察赶到 将杀人的艾莉带走 清醒过来的母亲 抱着杰克的尸体失声痛苦 电影的最后 母亲看着手机中 杰克小时候的视频 克隆机器里一个全新的杰克诞生 看到这一幕 不禁让人后怕 真正的杰克是不是早就已经死了 那个性格暴躁 杀人如麻的杰克 就是母亲过分溺爱下 养成的恶魔 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 罔顾法律秩序 纵容孩子犯下的种种罪行 所展现出来的盲目 这就是美剧 深入黑暗第八集 我们摧毁的一切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